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结构耐震设计导论当中构架设计的一个部分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量设计 在介绍量设计之前呢 我们要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结构设计的流程 首先呢我们要先收集工程基本资料 然后进行结构规划以及载种计算 我们把计算好的载种加到结构上就可以进行结构分析 然后就可以进行变位的检核 那我们把结构分析下各个loading case的内力呢 进行载种组合 我们就可以把载种组合出来的内力呢 作为构材的设计以及检核 那这个就是我们门型构架初步设计的一个部分 那收集工程基本资料呢 我们以花莲县瑞穗住宅为例 那我们假设它距离花冬断层小于2公里 然后它位在第一类地盘 那它的建筑面积呢 为10米乘10米 100平方公尺 那它高度是6公尺 就如右下角这个图所示 我们取其中一个构架呢 来作为设计这样子 那它的两段面我们假设是25公分乘45公分 柱呢则是35公分乘35公分 板厚呢则是15公分 那我们先前呢 那我们先前呢 已经有跟各位介绍说 如何计算这个构架 它所承受的净载重 以及火载重 以及地震力 我们把这些载重呢 加到结构上 就可以进行结构分析 那结构分析出来呢 就可以得到 各个loading case下的一个内力图 就如这三张图所示 那根据混凝土工程设计规范 解说的第二之四之二节 我们呢 可以知道设计载重的组合有这些 那各位呢 在学期中的报告也应该要考虑 这些载重的组合 那凉呢 受到净载重 以及火载重的作用的时候 它的最大弯曲呢 通常是发生在凉的中央 可是呢 受地震力作用的时候呢 最大弯曲却是发生在凉的两侧 我们可以知道呢 经过载重组合之后呢 凉的两侧跟中央呢 都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地方 那表一之二跟表一之三呢 就是这个凉呢 分别是各个载重 以及经过载重组合下呢 的一个量弯曲 那我们就取里面最大值呢 来作为设计 那这个表格一之四跟一之五呢 则是量的减力的一个部分 一之六跟一之七呢 则是量轴力的部分 我们都取最大值来作为设计 那量设计这边呢 我们假设呢 材料跟断面性质呢 我们假设是使用D19 那它的直径跟面积就如这边所示 那我们枯金呢 假设是使用D10 那我们主金的相浮强度呢 采用4200的一个钢金 那枯金的相浮强度呢 我们则是使用2800 那混凝图的设计抗压强度呢 我们使用280 那各位呢 在学期中的报告呢 也可以去选择 嗯 库金呢 用1200的 那就看各位怎么去设计这样子 不见得所有的强度都一定要 follow 这个课程所讲的 那量设计的流程呢 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先进行断面的检核 断面检核OK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到 捞取设计 那捞取设计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简历的设计 然后最后呢 就是剩下钢筋的细节以及出图 那首先 断面检核的部分呢 我们根据RC规范呢 15之4之1节 捞取构材呢 需要符合下面这4个规定 首先第一个 设计折压力PU呢 不能超过0.1FC.AG 那我们从那个表格呢 可以看到说 它的最大的 那个设计主要力呢 是7.36度 是小0.1FC.AG的 这是OK的 那第二个呢 进垮距呢 不能少于4倍的有效量升 那首先我们先计算一下 有效深度是多少 就是45公分 就是量的那个深度 那减掉4公分的保护层 再减掉量枯金的那个 D10的一个直径 然后因为我们是假设的是 单排的一个D19 那它的中心呢 间距呢 我们就拿1.96除以2 那我们算出来的有效深度 大概是39.1公分 那压力金的部分呢 D-Plum 我们假设它是6.5公分 所以呢 这个量的进垮距呢 是500-35等于465公分 它是大于4倍的有效量升 所以这个也是OK的 那量宽呢 B呢 也不可以小于0.3H跟25公分 就是告诉你说 你的量的宽度不能太小 那这部分呢 也是OK的 因为我们是使用25公分 乘45公分的一个断面 那第四个呢 量宽B呢 不得超过旗下自成柱的宽度 再加上两边的外生长 任意外生长 不得超过柱身的1.4 量宽B呢 也不可以超过柱宽的2倍 那这个规范呢 是在告诉我们说 如果假设你的量的宽度 比柱子还要宽的话 那这样子这个 维数的效果就不好 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这个量的宽度 只有25公分 是小于柱子的35公分 所以这一条规范也是OK的 根据RC规范呢 2-11-2-1-减呢 一端连续量呢 它的最小深度呢 至少要超过 净滑度 除以18.5 那我们这个case呢 我们量升呢 是45公分 是超过这个净滑度 除以18.5的 所以这是OK的 那如果各位今天我们设计的量 它不是一端连续的话 那么各位还得回去看这个规范 所提供的公式 去估算其他各种不同情况的 呃 边界条件的量 它要求的最小深度呢 是多少 那我们根据呢 RC规范4-6-7-9节 库金的标证简易强度呢 不可以超过2.12-2FC-BD 所以我们量呢 减力强度的上限呢 是 V 这个强度折减因子 括号 混泥土的强度 加上2.12-2FC-BD 那算出来是32.51噸 那这是超过我们 就是刚刚那个表格当中 最大外力的减力呢 7.97噸 是OK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 捞取设计的一个部分 首先呢我们从刚刚那个表格 可以查到 就是最大复弯局 是10.84噸米 最大正弯局呢 是5.22噸米 那我们就先用 最大复弯局来设计 就是所谓的10.84噸米 来作为设计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要先来检合呢 能否用单晶梁来设计 那首先呢 我们先假设断面 达到极限状态的时候呢 最外远的拉力晶的硬变呢 达到.005 这时候的强度 折减因子呢 到达0.9 代表断面是 拉力控制的 那我们在这个 假设情况下呢 这个硬力快深度呢 就是12.16公分 那我们这个地方 跟各位补充一下 就是在 RC规范3-4-5 节目规定 如果你的设计 折压力小于0.1fc.ag的构材呢 这个扰区构材呢 它的计算扰取强度呢 最外远的 拉力钢筋硬变呢 不可以小于.004 可是我们为了保守起见呢 我们还是采用.005 因为这个V子用0.9 我们在设计上也 比较好设计 我们也希望说 它们的扰取呢 是一个有韧性的一个破坏 当到达极限强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以 单精良的设计拉力钢用量呢 来求这个 拉力钢的面积S 那我们用刚刚所得到的 这一个A子呢 来计算这一个 扰取的一个强度 是21.93吨米 是超过我们10.84吨米 这个require的那个 饶取的一个 外力的一些 所需要的强度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单精良呢 是足够提供此弯矩需求 那一旦说 如果假设你今天 用这个估算出来呢 发现是小于 就是说这个力量 这个提供的capacity 是小于这个底面的 那各位可能就要用双精良 来进行计算这样子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计算所需要的钢筋比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Mu 就是我们刚得到 这个10.84吨米呢 除以5bd的平方 那上面呢 把他单位呢 变成公斤重乘上公分 那这个V值呢 我们假设是0.9 那b呢 是25公分 d呢 就是有效深度 39.1 我们可以得到 31.51这个值 那这个M呢 这个硬力比呢 我就拿Fy 除以0.85fc point 就得到17.65 然后再带到 这个公式里头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required的 这个钢筋比呢 是8.078乘上 10的-3次方 我们把刚刚得到的 拉力筋的钢筋比呢 乘上b乘上d 就得到7.9平方公分 此外我们还要check 这个拉力筋的用量 有没有大于 最小拉力筋的 用量的一个规定 那最小拉力筋的用量 是0.8更要fc point 除以fy乘上bd 跟14除以fy乘上bd 那我们最后就决定 使用3更的d19 也就是as 就等于8.61平方公分 那我们还要check说 v等于0.9这个假设 对不对 于是或我们再去求 这个whitney 矩形硬块的深度 我们把as 用8.61带进去 fy用4200 fc point用280 b用25公分 我们得到这个whitney 矩形硬块的深度 16.08公分 我们把这个6.08除以β1 也就是所谓0.85 就得到压力区的一个深度 我们就得到最外层拉力区的应变是0.0134 是超过0.005的 也就是说v等0.9 这个假设是ok的 至于压力区的部分 因为受到地震力的影响 我们断面有时候会是负弯矩 有时候是正弯矩 那为了方便设计 我们就去压力区跟拉力区的用量相同 也就是as跟as point 都是等于8.61平方公分 那主金配置的部分 我们已经决定使用了三根的D19 那主金的间距 我们就可以由断面的宽度25公分 减掉2倍的保物层深度 再减掉2倍的枯金的直径 然后再减掉就是1倍的主金直径 那所以其实这边是0.5倍的主金直径 跟0.5倍的主金直径 加起来就是1.91公分 那因为这边有三根钢筋 也就是说它的间距有两个 所以就除以2 所以我们就得到主金的中心距 是6.59公分 那这个规范呢 有限定这个间距呢 中心距呢不能太多 所以就有这一条规定 那我们钢筋呢 是采用1200的Fy等1200的钢筋 那规范允许我们呢 FS呢就用2800带进去 那这个CC呢 则是主金呢 到就是最外圆这边的距离 就是CC的值 那我们得到就是6.59公分呢 是小于25.62公分的 这是OK的 那近间距的话呢 就直接拿我们刚求到的主金的中心距 6.59公分呢 再减掉主金的一个间距 就是所谓这个钢筋呢 的中间的一个近间距 是4.68公分 那这个近间距呢 不能太小 至少要超过一倍的主金的直径 跟1.33倍的最大力量尺寸 跟2.5公分 那4.68是大于2.53公分 这是OK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也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就是我们希望呢 近间距呢 至少也大概要5公分 而不要只是趋就位这边的2.5公分 因为我们必须要考量到施工性 所以间距呢 不能太密这样子 那此外 我们还要再检查一下 拉力金用量的一个上限 那这拉力金呢 上限的是0.025BD 跟FC棒加100 除以4倍FYBD 我们的AS呢 就是拉力金的用量呢 不可以超过这个值这样子 那我们AS呢 是8.61 是小于24.39 这是OK的 那 那扰取设计完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简历的设计 我们由刚刚的表格呢 可以看到两端的最大简历VU是7.97吨 中央呢 最大呢 是2.7吨 那我们量的标证简历强度呢 是由混凝图跟简历金的强度呢 是一起提供的 那混凝图强度的部分呢 我们就用这个公式来评估 0.53跟FC棒乘上BD 我们得到8.67吨 那先从两端处开始设计 那 混凝图呢 它提供8.67吨 那可是呢 我们把这7.97吨除上V值呢 减掉这混凝图所提供的简历强度呢 我们发现到 简历金呢 还需要提供1.96吨的一个强度 这样子 这时候我们补充一下就是 我们根据RC规范的4-6-6-1减呢 这个受老区的一个构材啊 它在这个VU超过混凝图的标称强度一半 然后乘上这个V值呢 的时候呢 都需要配置枯金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的 呃 就是这边的中央处是2.7吨 那距离这个3.25呢 其实并没有差很多 也就是代表我们不需要配置枯金的范围很小 如果你的VU小为V乘上2分之VC的话 这段方法其实是可以不用配枯金的 但是呢 我们就还是忽略就是这个方便的规定 我们还是呢 就是全两人都配置枯金这样子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枯金的一个间距 那我们是选用枯金的是2次的D10 因为我们从刚刚的断面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断面呢 它呢 是有两支的一个钢筋 ok 就是所谓D10 那我们根据呢 HC规范4-6-7-2解呢 我们这个AVFYT除以D除以VS 就是这个间距 那这个AV呢 我们必须要用2倍的D10的面积 乘上它的降幅强度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枯金呢 它枯金的配置是像是矩形这样子 那它简历呢 会通过2根的一个钢筋的面积 所以要用2倍的D10的一个面积这样子 如果你终于再加一根矽筋 通过3根的矽筋的那个就是钢筋的面积 那这地方就会用3倍 以此类推 那我们得到呢 那我们得到呢 枯金的间距呢 是79.67公分 那我们还要减合一下这个枯金的间距S 那我们要先判断一下 这一个VS呢 跟1.06-Fc.BD的大小 那1.06-Fc.BD呢 是17.33噸 是超过这个1.96噸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枯金的间距呢 必须要遵守 这个 刚刚这S hat 就是这个 所筹出来的79.67公分 跟这个AVFYT 除以0.2-Fc.B 跟AVFYT 除以3.5B 跟这个2分之低 也就是所谓2分之1倍的有效深度 跟60公分 那我们最后算出来呢 是这个2分之1倍的有效深度 Ctrl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说 2的简粒呢 应该是要用链接断面来设计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取杆断的简粒 那其实杆断的简粒呢 那其实杆断的简粒呢 会比链接断面的那个简粒呢 还要大 那所以呢 我们这地方是比较保守的 那是OK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考虑简粒设计当中 韧性设计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我们2啊 会因为材料的因编因花 而发展出更大的一个勞取强度 那如果这时候对应的简粒呢 我们量的简粒强度呢 小于它的时候呢 就会先破坏 这样就不是我们所预期 所想要的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考量 就是量 因为钢筋的才要硬变硬化 所对应的那个 饶取的强度叫做MPR 这MPR所引致的简粒呢 我们简粒的强度一定要超过它 才不会当这个量 还没发展到MPR的时候 就先被减坏了 这是我们不想预见的这样子 所以呢 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塑缴区 那规范告诉我们说 从这个柱的断面呢 起算两倍的构材深度 这边呢就是所谓的塑缴区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那塑缴区跟塑缴区这个中间呢 就是所谓的非塑缴区 规范对这两个区域的 这个孤金的一个间距呢 都有所规定这样子 那接下来回到我们MPR 我们在求MPR之前呢 我们MPR跟MN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只要把这个FY啊 从4200这个FY 把它前面乘上一个1.25倍 然后求到它的压力区的深度呢 然后再利用这压力区的深度呢 再去求这个MPR是多少这样子 那前面这一个拉力呢 是1.25倍的SFY 这是它的利弊这样子 那跟各位提醒的是 我们现在算的是底面 是1.0 我们这个FY值呢 是不做折减的 规范也是这么说的 那MPR呢 等于16.3吨米呢 就是说 有可能这个量呢 它最后破坏的时候呢 导取破坏之前呢 它的MN 它的那个 饶取的强度呢 是到达16.3吨米的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MPR所影制的简粒呢 我们量的简粒的强度要能够克服它 这样才不会在这个量 发生MPR这个饶取强度之前呢 就破坏了这样子 那此外呢 我们还要考量就是设计载重 就是这个量呢 有可能两端同时发挥MPR 但是这个量 那其实它也有收到静载跟火载 规范告诉我们呢 我们在这个静载重前面的乘数呢 是用1.2 火载重前面的乘数呢 是用1.0 作为这个设计的一个载重 那算出来呢 是每米4.22吨 然后把它加载在这个量上 那我们利用简单的一个弯矩平衡呢 就可以求得C端的这个简粒呢 是11.92吨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量 它的简粒强度小于11.92吨的话 这个地方的简粒强度小于11.92吨的话 在这个量还没有量端达到MPR之前呢 可能就被先被减坏了 我们在后面设计的时候呢 需要考虑这一个这样子 那这一个 我们把它取力平衡 弯曲平衡呢 所求出来的这个呢 这个B1多号C 我们就称为是设计简粒这样子 这个设计简粒呢 有一项呢 这个是 这个是 扰取塑缴 所要求的 所贡献的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设计载重所贡献的 这样子 那这是 顺时钟的情况下 当然逆时钟也应该要考虑 那我们根基RC规范呢 如果量端产生 塑缴呢 导致的简粒呢 超过设计简粒的一半 那我们就必须忽略 那一端的 混泥土的一个简粒的强度 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说 设计简粒是由 就是 扰取塑缴 所引致的一个简粒 加上设计 载重所引致的简粒 如果说 今天这一个值 超过设计简粒的一半 那我们就要忽略 就是量端的 那一个地方的 混泥土的简粒的一个强度 这样子 那因为呢 我们量端的塑缴 导致的简粒呢 超过设计的简粒一半 所以我们就忽略 那一端的 混泥土的一个 提供的简粒强度这样子 所以这个 我们所需要的 就是 钢筋呢 简粒钢筋 也就是所谓枯筋呢 必须要 完全提供 那一个 11.92噸的这个 强度这样子 所以这个 混泥土呢 这边是零这样 它所提供的 混泥土的简粒强度 是零这样子 那 V值用0.75 所以呢 我们 塑缴区这个地方呢 必须 它用15.89噸来做设计这样子 那我们间距呢 就是14.74公分 那我们逆时针方向的MPR也应该要考虑 因为我们的 一开始设计的量的压力筋跟拉力筋的用量是一样的 断面也都一样 所以说 呃 定时针的MPR刚好也会是我们刚刚前面所算的一样 这地方我们就不再重复 那如果说今天 呃 你的拉力筋压力筋的用量不一样 那这时候你就都必须要考虑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简合塑缴区的枯金的间距 那根据RC规范15-4-3-1解呢 塑缴区为距离柱面2H 我们的H是45公分 也就是90公分的范围内呢 我们必须在塑缴区内配置B和枯金 并且根据RC规范15-3-4-2解 塑缴区的枯金间距呢 必须要满足下列这个式子这样子 首先这个S hat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 就是一般由载重组合所算来的那一个 潜力筋的一个间距 以及1.4倍的有效深度 以及8倍的主筋的直径 以及24倍的枯金的直径这样 以及30公分 那最后我们算出来是9.77公分 来Ctrl这样 那我们就取塑缴区的枯金的间距是9公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计算一下 非塑缴区的枯金的一个间距 那非塑缴区的最大简历呢 就是刚好就是距离这个柱段面2H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那我们就有简单的一个立平衡 弯曲平衡呢就可以求的这个Vu是多少 就是11.18噸 我们就以恰好是塑缴区跟非塑缴区中间那个零件那一个点的Vu呢 去设计整个非塑缴区的一个枯金的一个间距这样子 因为我们不能分太多段 这样子施工上功能可能并没有办法量得很准这样子 那我们这时候呢 混凝土的强度就可以考虑进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算是非塑缴区 OK 刚刚前面是塑缴区 而且设计那个设计简历当中呢 超过一半是那个老取塑缴所贡献 这时候我们就不考虑混凝土的一个简历强度的贡献 每个这地方是非塑缴区 所以就可以计算这样 那我们算出来呢 枯金的一个间距是24.87公分 那我们还要 是一样要减合一下非塑缴区的间距 规范告诉我们说 必须要小于就是我们 由载重组所算出来的那个S hat 以及一半的那个有效深度 那最后是一半的有效深度所控制 19.5公分 所以呢 我们就取非塑缴区的间距 就是18公分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主金的一个配置的一个细节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是临界断面 这个地方是有可能发挥Fy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必须要确保说 这个生产长度是足够的 那规范给我们这个式子这样子 告诉我们说这个LDH呢 至少要是这三个值的一个大值这样子 那各位呢就把这个值带进去 看哪一个大 就看就是带进去那个值这样子 那我们这是28.76公分 诶 check一下有没有超出这个 这个柱子的这个宽度 因为我们柱子的宽度是35公分 是超过这28.76公分是OK的 那此外呢 还有就是这个弯钩的直径 那个90度这个延长的部分 跟这个弯曲直径的部分呢 也请各位查一下规范 看是怎么规定的 那这是我们主经配置的细节 就是三根的D19 然后作为就是上层经 下层经也是三根的D19 那这是我们的断面的一个图这样子 那这边是三根的D19 三根的D19 这个枯金的间距呢 我们下面会再说一下 那量枯金的配置细节呢 我们就是分成两个区域 一个是塑角区 就是距离这个柱子断面90公分的地方 这个塑角区跟塑角区的中间的非塑角区呢 这个地方也是用我们刚刚所求出来的18公分 作为一个间距这样 那塑角区的间距就是用9公分这样子 那这样就是我们整个量枯金配置的一个细节这样子 那各位的学期报告呢 也应该要做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这是minimum requirement 就是必须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这样子 那就谢谢各位今天听这门课的一个讲解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期再见 我们先个人庆角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